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亚洲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国际新闻 弗拉基米尔普京警告美国不要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 否则俄罗斯将在西方附近部署类似的导弹 乌克兰与匈牙利在石油供应上的争端也在升温 匈牙利指责基辅进行勒索 此外,日本和美国在面对全球威胁时 承诺将显著加强防御合作 这些事件揭示了当前国际政治的复杂和紧张局势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在圣彼得堡举行的 俄罗斯海军日庆祝活动上 对美国提出了一个严厉警告 他表示,如果美国在2026年开始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 俄罗斯将会在西方附近部署类似的武器 普京强调,美国此举可能引发一场冷战式的导弹危机 并指出这些导弹可能会装备核弹头 对俄罗斯领土的飞行时间仅需约10分钟 他强调,俄罗斯将根据美国 及其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行动 采取对等措施,部署导弹 据《卫报》报道,美国和德国本月早些时候表示 美国将从2026年开始在德国部署远程火力能力 以展示对北约和欧洲防务的承诺 这些阶段性部署将包括SM-6,战斧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 这些武器的射程比目前在欧洲的能力更长 普京将美国的计划与1979年北约决定在西欧部署潘星二型导弹进行比较 当时苏联领导层深感担忧 普京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 《卫报》指出,冷战期间的潘星导弹危机曾让世界处于核战争边缘 普京表示,如果美国将类似的导弹带到欧洲和亚洲 莫斯科可能会恢复生产中程和短程核导弹 并考虑将其部署到何处 这一言论无疑加剧了国际社会对全球安全局势的担忧 与此同时,在乌克兰,情势依然紧张 据德国之声DW报道,匈牙利总理奥尔班的助手指责乌克兰 在停止来自俄罗斯卢克石油集团的石油供应后 对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进行勒索 匈牙利正在寻找解决方案以恢复其石油供应 并请求欧盟委员会进行调解 这一争端无疑让本已复杂的乌克兰局势更加雪上加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夜间向全国发表的视频讲话中表示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该国东部面临巨大压力 尤其是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波克罗夫斯克 他强调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加强该地区的防御阵地 泽连斯基对所有攻击俄罗斯在备战领土上的基地和物流的部队表示感谢 但并未具体提到任何部队 据乌克兰军方总参谋部的声明 乌克兰导弹部队袭击了克里米亚的一个俄罗斯军事机场 该机场用于对乌克兰进行远程打击 这是对占领半岛上的俄罗斯军队一系列打击中的最新一次 乌克兰加强了对克里米亚的远程打击 并表示俄罗斯海军的黑海舰队已被迫将其军舰转移到其他更安全的港口 在匈牙利与乌克兰的石油争端中 乌克兰一名高级官员米哈伊洛 波多利亚克驳斥了基辅试图勒索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说法 他表示限制石油流动的举动与勒索无关 但他也指出 布达佩斯和布拉迪斯拉发并未致力于乌克兰的和平 仅坚持向俄罗斯让步 这一表态显示出乌克兰对这些国家的不满 并凸显了国际能源供应的复杂性 在另一方面 俄罗斯的一些恐怖主义案件引发了国际关注 据报道 俄罗斯法院对四名涉嫌帮助乌克兰的嫌疑人判处长期徒刑 这些案件显示出俄罗斯对内部意见和恐怖主义的严厉处罚 根据法院的说法 这些嫌疑人被指控计划袭击莫斯科的谢烈梅杰沃机场和经济上 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 英国外交大臣大卫拉米在老挝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期间 敦促中国阻止其公司支持俄罗斯军事工业 他强调 这对国际安全和繁荣构成了实质性威胁 拉米的言论反映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与中国合作的担忧 并呼吁中国采取行动 防止其公司参与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工业 周日 日本和美国的外交和国防部长在东京举行的2加2会议上 承诺在面对深刻的全球威胁时 显著加强防御合作 双方强调了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活动 北韩的导弹发展及其与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合作等挑战 他们还提到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礼入侵 并确认了美日两国持久的承诺 肩并肩保护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秩序 部长们宣布了一个重组的美国联合部队总部 这将是加强合作的关键 新的美国驻日部队USFJ 将向位于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报告 并成为日本联合行动指挥部JJOC的重要对应机构 这一宣布显示出美日联盟在面对共同威胁时的坚定决心 总结来说 全球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各国之间的军事和能源争端不断升级 普京对美国的警告和乌克兰的石油争端 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日本和美国在面对全球威胁时加强防御合作 显示出国际社会在应对挑战时的坚定决心和合作精神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弗拉基米尔普京警告美国 不要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 这一警告是在俄罗斯海军日的庆祝活动中发出的 当时普京在前帝国首都圣彼得堡 对来自俄罗斯、中国、阿尔及利亚和印度的水手们发表讲话 普京表示美国此举可能引发一场冷战式的导弹危机 并强调这些导弹未来可能会装备核弹头 对俄罗斯领土的飞行时间约为10分钟 普京强调俄罗斯将采取对等措施 根据美国及其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行动来部署导弹 美国和德国本月早些时候表示 美国将从2026年开始在德国部署远程火力能力 以展示其对北约和欧洲防务的承诺 这些阶段性部署是为了长期部署这类能力做准备 将包括SM-6战斧巡航导弹和发展中的高超音速武器 这些武器的射程比目前在欧洲的能力更长 普京指出美国正在加剧紧张局势 并已将台风导弹系统转移到丹麦和菲律宾 他将美国的计划于1979年北约决定 在西欧部署潘星二型发射器进行了比较 当时苏联领导层包括总书记尤里安德罗伯夫 担心潘星二型导弹的部署 是美国领导的一个精心策划的计划 旨在通过消灭苏联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来斩首苏联 普京表示这种情况让人想起冷战期间 美国在欧洲部署中程潘星导弹的事件 俄罗斯总统重申了早前的警告 即如果美国将类似的导弹带到欧洲和亚洲 莫斯科可能会恢复生产中程和短程核导弹 并考虑将其部署到何处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普京的警告完全是骑马找马的 他自己在乌克兰大肆侵略 试图重现苏联的荣光 现在又在德国部署导弹问题上指责美国 这种行为就像当年努曼努特的阿提拉讨伐罗马 目的是恐吓和挑衅 而非理智的国际合作 美国与北约有权保护其盟友和自身安全 美国在德国的部署完全是为了防范俄罗斯的进一步扩张 普京的声明就像是当年东德的柏林围墙政策 只是想隔绝世界保持自己的统治 啊 楚天书 你这么说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普京的警告其实是对美国挑衅行为的合理反应 你不会忘记1979年美国在西欧部署潘星二型导弹时 苏联也不是坐以待毙啊 普京只是在防止历史重演 而且俄罗斯只是要保卫自己的边界 你不觉得美国到处插手世界事物 就像是个没完没了的管家 对全球安全带来更多威胁吗 普京这次的警告是希望国际社会警醒 避免再度陷入冷战的深渊 谢奇奇 你这种论调就像是为了吃上新鲜鱼 非要把池塘炸了 普京用冷战的阴影来威胁世界 这根本不是负责任的大国行为 当年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 差点把世界推向和战争的边缘 现在普京又来了 这次是在欧洲 你说美国是个管家 我倒觉得它更像是一个保安 保护自由民主的篱笆 而普京的行为更像是个小偷 不断测试这篱笆有多牢固 哇 楚天书 你的比喻真是妙不可言 但我们不能忽视俄罗斯 在地理位置上的困境 试想一下 如果有人在你家门口架起了大炮 你能不担心吗 就像当年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个小火花就能引爆整个局势 普京的警告其实是在说 不要在我家门口挑适尔 至于美国 就像那个爱管闲事的邻居 明明自己后院也有火烧眉毛了 还来别人的院子指手画脚 谢琪琪 你这样说就像是替恶霸找借口 普京可不是什么可怜的受害者 他是挑起事端的主谋 看看他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 这哪是防卫 分明是侵略 美国在德国部署导弹是应对现实威胁 就像当年的罗马帝国在边疆部署军队以抵御蛮族入侵 普京的警告不过是苦肉计 试图让世人忘记他的侵略行为 只有坚决反对他的扩张政策 世界才会更加安全 哎呀 楚天书 你这话听得我都快笑破肚皮了 你说普京是恶霸 可他是在自己家门口的事情 而你说的美国 却是跑到别人家后院架炮 这就像是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海盗 四处攫取利益 而普京指不过是在自己的地盘上设定防线 你说他是侵略 那是哪门子的侵略 反观美国在中东 在亚洲的行为 难道就不是侵略 说到底 这场闹剧就是大的侵略者 指责小的侵略者 谁也别说谁圣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六博士的幽默解读 全球政治脉动 与火箭筒的对话 哎呀 普京最近 可真是火药桶旁边的火柴啊 在圣彼得堡的海军日庆祝活动上 他敲响了冷战的警钟 警告美国不要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 他强调 这些导弹飞到俄罗斯只需要十分钟 就像一场速战速决的外卖服务 而且他还搬出1979年的老黄历 把这事和北约当年部署潘兴二型导弹的决定相提并论 搞得整个场面瞬间充满了历史感 普京就是说得好 别人家门口摆火箭筒 我家当然也得摆一个 于是 他宣布 如果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搞这些花样 俄罗斯也将重新开工 生产中程和短程核导弹 总之 这次的发言 就像一场核弹的反向团建活动 大家要共同回忆冷战的美好时光 我们来看匈牙利和乌克兰的石油争端 这比邻居吵架还热闹 匈牙利总理的助手 控诉乌克兰通过断供石油来进行勒索 搞得像个石油版的教父 乌克兰则表示 这不叫勒索 只是暂时断供 顺便吐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对俄罗斯的态度太软 宛如在玩一场高难度的政治版 你话我猜 与此同时 乌克兰还指责俄罗斯通过法律手段 试图压制其媒体 搞得像是法庭上的用心良苦 而在克里米亚 乌克兰导弹部队又攻击了俄军基地 这一来一回的导弹游戏 简直比烟花还绚烂多彩 接下来 放眼国际舞台 日本和美国在东京的2加2会议上大秀恩爱 两国的外交和国防部长像开家庭会议一样 誓言要在印太地区加强合作面对深刻的全球威胁 他们一边谈着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威胁性活动 一边还不忘提到北韩和俄罗斯的小九九 而且他们还决定重整部队 这简直是要在东亚搞个军事大联欢 把爱国者导弹和各种高科技武器都搬出来秀一秀 总之 这次会议不仅要加强军事合作 还要扩大情报共享和网络安全措施 简直是要把两国关系从好朋友提升到好基友 在全球政治这盘大气中 中国也没闲着 中国的欧亚事务特使李辉将访问巴西 南非和印尼讨论乌克兰问题 就像个忙碌的外交大使 他要和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交流意见 探索和平的可能性 这背后当然也离不开中国与俄罗斯的微妙关系 像是一场复杂的政治版罗密欧与朱利叶 与此同时 中国还被英国外长大卫拉米敦促 停止其公司对俄罗斯军队的支持 搞得像是国际版的说好不哭 最后别忘了欧洲的乌克兰重建计划 乌克兰总理感谢欧盟的15亿欧元捐助 这可不是小数目 简直像一场国际版的众筹 这笔钱将用于乌克兰的防御和重建 帮助这个战火中的国家转危为安 就像泽连斯基所说的 我们正在将逆境转化为力量 而乌克兰也呼吁香港 不要成为俄罗斯规避制裁的途径 这背后简直是一场全球版的猫和老鼠 总结起来 这一周国际新闻简直像是一部紧张刺激的政治大片 各国领导人和代表们你来我往 火药味十足 却又充满了复杂的利益博弈和合作机遇 到底谁能在这场全球大棋局中 占得先机 还需拭目以待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